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尺 位于麦加的大清真寺 世事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清真寺 最多可容纳50万人同时跪坐礼拜 上周起再度涌现人潮 在伊斯兰时代之前 阿拉伯半岛所有的部落 每年都会聚集在麦加朝景 敬拜各自信奉的神明 西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追随者 从麦地纳到麦加朝景 这是第一次只有穆斯林参加的朝景 也是先知穆罕默德唯一参与的一次 他毁掉所有异教偶像 以进化卡巴天房 从此以后朝景就成为伊斯兰教的武功 也就是五个基础之一 身体健康财力足够的穆斯林 一生中至少要参加一次 这群大男人忍不住激动拥抱 因为他们花了快两个月才抵达麦地纳 这八位来自英国的穆斯林 是在6月7号从伦敦启程 败康中的风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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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і centung giat 其实 这趟旅程 除了自我实现 也是为了公益 目标是睦得50万英镑 帮助巴基斯坦 乌干达等地的偏远村落 筹建水井和清真寺等基础设施 终于来到麦加 换下车衣的他们 就和其它穆斯林每两样 出了有點踢腿 還有一群特別的朝聖者 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的邀請下 來到了邁家 這群人就是今年三月 紐西蘭基督城 清真寺槍擊案中的 受害者和家屬 實際上 我以為自己的想法 因為自己的死亡 因為自己的死亡 因為當你做法 你覺得自己的死亡 所以我感到驚訝 你覺得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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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聞這樣挺便宜